好 那我们又回答几题美股的问题 有个朋友就是问Tesla Kathy来的 她814美元挠了 她说现在是否交货号呢 上网多少和止蚀应该是多少呢 814美元很明显 不理股票往后有没有前景的情况之下 很明显现在这个价位当然是不交货的 不交货的原因不是因为转载 然后因为跌了又说Tesla 地球又会灭亡 不是这样的事情 不关系 就算是我多看好一家公司也好 不理Tesla 这个就是不理什么公司 这个你Sure它赢硬也好 99.9%的Sure它赢硬也好 就只是说纯粹以一个风险的管理 或者是数学概率的角度 就是你用数学计数的角度 这个你没可能是810多元买 然后你下一口交货 你就780多元 780多元 就是差30元对你交货的 这个因为你要明白 你每30元对一尺 880元的股票就是说是几个百分钟而已 就是说3至4个百分钟而已 那你是不是想着你真的那么强悍 如果你满4个百分钟 没一口就交一口 你要交二十几口 这个是不是 所以变成了不合理的 这个就是通常你老实说 交货或者美其名称呼 雅清就叫做加码投资 这个OK 俗清就叫做交货 我们叫做交低的成本 其实最终的目的 你只是想打平的成本 打低一点的成本而已 那如果你要打低一点的 所谓的那个成本的话 你应该老实说 你的价格是每隔一段的位置 就是可能说每隔80元 可能是800元的基数 每隔80元 甚至是每隔100元附近 你才是交一口 或者加一口 你才可以把成本是有效地坦平 而不会太快浪费打光你的弹药 那里面就是说18百多元 还是退一步这样说 也是那句 如果股市肯反弹的话 可能有五分钟 已经升回到你那个价位流上 所以何来交货之举呢 这个